大家好,我是邱小瞻 今天我们弄这个百灯王 这个百灯王刹车不踩爆了 没有刹车了 打轮胎螺丝这货是我们的电工 他说天气太冷了 打下轮胎螺丝暖和一下 他平时没做过这种活 打起轮胎螺丝还有模有样的 你弄不下来 这个刹车骨 我啥弄不得了 我去下来了 我去下来了 这只有半遍了 还有半遍都不见了 刹车骨破成这样的刹车就奇怪了 我们的师父现在呢取刹车骨 只有一个铁圈了 刹车骨破成这样取的就省力多了 一下就敲出来了 刹车骨破成这样 刹车片也干费了 现在要喝刹车片了 新的刹车骨拿过来了 和旧的对比一下完全是两个样子 都看不出来这是个刹车骨了 刹车片也给它毛好了 换了新的刹车片 首先就有刹车了 又可以拿一百多灯的货了 从这个角度看到这个货箱 这个货箱要装一百多灯 包刹车骨还是有原因的呀 拿的太重了 给它安装的是新的原厂刹车骨 又可以出去挣钱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了 拜拜